船长民财背心听到枪声还吓到拍拍胸口 郭台铭上周结束金门行 这回再到桃园深蓝区 合体老兵发表和平宣言 强调两岸谈判重要性 郭台铭大打战争牌 但这一幕有些尴尬 赶紧拉回战争主轴 不过近日郭台铭动作频频 被解读除去政治能量 还没放弃总统梦 郭台铭突然停下脚步 看着记者是否为独立参选 埋伏笔引发联想 毕竟郭台铭跟国民党还有侯友宜保持距离 反而跟柯文哲互动增加 还传出要成立智库 他今天下午回到高雄来 那主席我们会跟他见面吗 没有 这一头郭台铭稳固深蓝票 另一头侯友宜南下出席 昆山科大毕业 在努力为我们国家的安全 对我们的生气产业在看 让年轻的朋友 给你战场 可以投入平台 同样聚焦战争 传出这一场是王金平主动邀侯友宜 不过侯友宜形成关系 只待一下下 离开时 王金平才到 两人短暂打招呼 似乎也没多聊 先前王金平不肯接侯的竞选主委 郭侯之间矛盾 目前也无解 侯友宜的整合之路 看来充满危机